民众加入消息会的LINE官方账号好友 可免费享有六大服务 包括接收消保政策动态 热门消费纠纷解锁攻略 阅读消费者报道杂志 收看消息会记者会直播 报名消费讲座及义务律师法律咨询 因为大家已经是耳熟能详的一个老团体 但是过去一年半以来我们做些什么 先跟各位做个简报 首先是我们的服务电话 我们接收了2127通 那么这些志工们接着电话以外 我们的收发部分也收到了 我们申诉的电话以外 还有书面申诉有1852件 那么为了这些事情 我们都有累积很多的经验 所以我们有杂志社 我们也出版了243篇 就过去一年半里面 我们的十七十六期杂志 我们就总共出版了243篇专家 志愿工作来参加 那么他们是我们人才库 政府机关依照消保法的规定 他在拟定消保政策 或者是修改消保有关法令的时候 都应该请求消机会派员能够参与 来諮商 所以我们因应这些需求 总共一共有我们的专家学者们出席 参加包括企业战略 政府机关的咨询磋商会议 总共打保793场 这么人事之多 那我们此外 我们自己在过去一年半以来 我们针对一些比较长期关键的一些问题 像金融消费 医疗保健 还有不动产的一个论坛 以及一些牙齿保健 我们都会试主题跟相关的工协会团体 来合办这种跟我们群众权益有关的论坛 请专家学者共聚一堂 场观学 大家一起来提出一些对市民 对我们消费者的一个建议 那这样一个过去一年半以来 我们有这么多的活动 那网络时代来临呢 视讯直播的方式可行呢 那么我们何不把它跟消费者连结起来 主动的出席呢 所以我们才有下一个构想 那么我们也觉得说 杂志有243期这么多 那每期我们都有一两个非常棒的一个主题 那这个主题 我们如果让杂志只是让订户来订阅 这不够 我们最好请一些撰文的作家 学者专家呢 他们来临场用他写的文章呢 来发表一个演讲 透过视讯 然后让大家可以主动的来接收 方便接收 而且呢事后也可以来观赏 所以呢我们就干脆说 我们杂志出版以外呢 我们也把这个杂志把它和画起来 用有声的方式对外来专专专 所以我们每个月以后出版杂志以外 除了你用看的以外啊 如果你不方便的话 你还可以透过联网 在我们每个月月初我们会找个固定的时间 请每个月主题推荐的这个转家学者呢 来为我们做一个主题演讲 让你出了听还可以看 总瓜刚才的这个分析啊 我们觉得消费权移动有六个特色啊 第一个特色是消保的资讯啊 随时是会随时通 第二个是你可以即时关注我们这些活动 记者会的活动 再来就是修法的动态一把装 各位刚刚有记的一个数字 就是我们有793场的专家学者 参与政府各种决策的会议 那么这些决策或者是修法的会议呢 他们其实都带来了第一手的资料 遍及到各部会 他对消保政策 消保法会有什么修订呢 我们的专家学者都能够即时的 把我们把它反映回来 所以我们可以即时的把反映回来的资料呢 有重要的我们把它连结 在全一通里面 所以对于将来的修法政策 对企业来讲 对消费者来讲 他们都可以知道说修法的动态 可以即时的抓到 再来就是杂志文章 我们每个月都会送给你们来阅读 所以也推荐您 再来是申诉管道 也可以让你马上可以连结 有事情可以接受我们的这些申诉 我们的同能的这服务 再来就是我们不定期的 会举办这种论坛活动 你也会临时差 你会预先制造活动的讯息 然后也可以在网路上报名 接着呢 你可以在时间到的时候 透过视讯的方式 亲临现场也欢迎报名以后 然后要不然就是在网路上 你也可以视讯的参与 消费权益通 将能做到很好的消费者教育 不管是国际或国内 关于消保的讯息 无论是政策 法令咨询或者是诉讼等 都可以及时的传递给消费者 我想我们大家都还记得 消机会的会哥 明天会更好 所以只要消机会在 消机会承诺我们 明天一定会更好 那今天我们知道 面对面临着这个21世纪 这个科技日新月异 资讯爆炸的时候 消费者更需要消费者的保护 机关或者是 我们消保团体的保护 这一点呢 是黄东市长的 这个重则大任 这一任董事长的 应该是说21世纪以后 每一个董事长的一个重则大任 那所以呢 黄董事长 这个在 跟所有的同仁 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 建制了这个消费权益通 这样的一个数位服务的机制 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感佩 也非常的 对消费者来说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那我们顾名思义 消费权益通 也就是利用这个科技 的方式 让这个 不管是国际或国内 关于消保的讯息 无论是政策 法令咨询 或者是诉讼 等等都可以及时的传递给消费者 消费者能够获得及时 而且正确的资讯 保护自己的权益 相信消费权益通 这个数位服务的推出 是带这个消费者 就消机会事业再创高峰的一个旅程碑 消机会其实跟市政府的这边 有一些很密切的在消费业务上的往来 那对我们台北市的一个消费者权益的保障也协助非常多 那以市政府这边来说的话 其实之前的合作包括几个很重大的团体诉讼的案子 都有麻烦消机会这边 像是之前的一个亚历山大的案子 那到后来的胖大人到前阵子的潜贵的案子 我们都邂请消机会这边协助很多 那以像这样子一些重要的案子而言 我们就发现 就是其实消机会在每一个消保权益的一个阶段 然后我们都能够很积极的 在每一个阶段来捍卫我们的消费者的权益 那在41年的来的一个努力之下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说 台湾的消费者权益真的是受到很多国家的一个肯定 那在我们实际上在处理消费者的案件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时候在处理这些个案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说 很多的消费者会告诉我们 就是当他花了很多的时间 然后终于解决了他的消费争议之后 那他会最后最终他会告诉我们一句话说 早知道早知道 如果我早一点知道这些事情就好了 那我们在协助消费者在处理的时候 我们也会跟他说其实很多的事情都是 如果消费者早一点注意的话 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子的争议 所以我们发现其实最好的消费者保护 他不是只有解决消费者的争议本身 而是最好的消费者保护 应该要做到很好的消费者教育 那我担任消保官十几年来的心得就是说 我觉得对消费者来讲 现在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为什么说是最好的时代呢 因为我们实安法已经三途修正通过 对黑心厂商的罚还最终可以达20亿 那对一些黑业者有克阻的效果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不得记载 是这样越来越起背 那一些大厂商也不能用定型化契约来为所欲为 那有关礼券的礼约保证 以及预售屋的价金信托 这方面越做越好 那在跨国消费争议方面呢 也有一些国际的合作机制 这方面除了我们刘处长 多年来率领我们消保团队的努力以外 我们也看到我们消费机会 不断的推动不断的努力 那这是我们好的部分 那为什么现在最坏的时代呢 因为现在买东西非常的方便 网购甚至可以跨境来买卖 那消费者会有选择困难 另外一方面业者有时候 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非常会钻漏洞 像我们消保官队有一些不孝业者 我们在开会想要骂他的时候 他直接丢出几个判决 你看法官都判我们赢 要说什么呢 有些法官他可能不太了解这个生态 或者说消费者不小心上了当 那讲了不该讲的话被录下来 所以说现在 还有一些跨境争议 也是不太好解决的部分 因为我们网路交易无国界 但是司法管辖跟行政管辖 绝对是有国界的限制 主权的行驶 对这部分我们是非常辛苦 以及消费者对一些很新的产品 也缺少认识 有些新的法规 那在这部分呢 我们也感谢我们消机会 也打了很多团体出售 而且呢 那个跨境 也有一些备忘录的签订 让我们消费者能够处理 跨境消费争议 那这方面我们消费官 也很期待每个月出端的 消费者报道杂志 因为我们消费者 有很多新的议题 我们消费官要是稍不注意 会被问倒 所以每个月我都迫不及待打开来看 有什么新的知识 但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时代 是连八卦杂志都会倒闭的时代 现在人家都不太喜欢看书面了 所以我们很感谢 还有黄董事长 他们消费机会团队 推出了消费权益通 这个APP是不用花钱的 要加入以后呢 随时靠手机 就看到最新的资讯 修法动态还有消费陷阱 那还有一些讲座 及时的讲座 最新的议题 请专家来讲 消费者可以打开手机 就可以看直播 是非常非常好的方向 那这方面我们乐观其成 我也叫我家人朋友 同事马上加入这个消费权益通 那消费者报道里面的重要内容 这边其实也都有摘要 这非常好的一个创举 不过我觉得有点可惜 就是说我们消费机会 基本上是不会帮厂商代 也不会接受厂商赞助 也不会帮厂商做广告 我觉得有点可惜是说 消费权益通 要是有特价叙集的话 会不会更好 那这部分 我也希望我们消费者 能够踊跃加入消费权益通 然后让我们成为一个聪明的消费者 而不要发生消费争议后 再请消保管来解决 因为这有时候真的是 事前的预防 也剩于事后补救 消费者权益通 就像一般LINE的账号 可以自由加入与退出 也接受消费者的申诉与咨询服务 并将整理 以往消费者申诉成功的案例 提供消费者参考 还会不定时公告 要对消费者不友善的业者名单 提醒消费者主意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公告 非常关键